本周进行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最新一次会议 大家好 我是杰西卡沃克 今天与我联系的嘉宾是GOLD MONEY飞席部的主管 阿里斯泰尔 麦克劳德 鉴于美元升值的趋势以及商品市场价格走低 这是否意味着黄金会失去保值资产的地位 情况并非如此 从价值评估的角度来看 市场内金价下跌有着非常不合理的现象 这就如同负利率情况下 债券和银行账户收益增长一般不合理 要了解情况不能只去分析特定的市场 大量资金流的增加对全球外汇市场造成巨大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 所有市场几乎多少都有泡沫 黄金市场除外 亚洲股市的交易结果显示 黄金现货下跌0.3% 然而这已经是在到达三月最新低之后的小幅回升 亚洲对黄金的需求仍然相当强劲 比如中国公众今年的直接需求量 已经达到了456吨 如果与同一时期内矿业公司的产量相比较的话 那么供应量已经达到了500吨以上 也就是说其他国家只消耗了50吨 而他们是印度 土耳其和其他亚洲国家 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忘记央行 这特别适用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央行 去年俄央行购买了4.77吨黄金 在低价的情况下 他们可能还会购买更多 我们预计亚洲国家的需求会是很强劲的 本周举行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 您对黄金市场有何短期的预测 联邦公开会议的结果对黄金市场很重要 但我认为此次造成影响不会太大 因为目前黄金变得越来越为流通 关于对黄金市场短期的预测 这一切取决于如何把握准确的趋势统计 考虑黄金的价值 必须要注意大幅增加的现金流通 同时还有自危机发生以后的银行贷款情况 在雷蒙兄弟危机之后 黄金价格下跌至最低水平 我认为那是难以置信的低廉价格 黄金价格终究会回升 我们会看到看涨的趋势 但我想没有人能够对具体的时间做出预测 我也不例外 阿里斯泰尔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本次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